接牌 非六都打造的第一个智慧运输中心 正式接牌启用 平县府整合公车 停车场 国内航班 高铁 台铁跟屏东线船班等多元资讯服务资料 纳入整合及应用 包含停车疏导 P-Bike 调度 公车服务影响市井等 有效提升运输效率 这样的建国之后 从大型的巴士 国道 铁道 甚至客运 甚至高铁 火车 班机 海运等等 入海空 铁公路 大概都可以垂直整合 甚至到贴心桥王 或是到富干巴士等等 这些都可以垂直整合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往东港的方向 可以看到现在车班在哪里 智慧运输中心启用 也同步推出屏东购好玩APP 让旅客透过智慧型手机 即可快速掌握 屏东线交通旅游相关资讯 也可预约 幸福巴士 长照巴士等接送服务 未来更规划纳入其他预约服务 例如小黄公车 富康巴士 邮轮巴士 双城巴士 甚至客户共载服务等 满足民众基本交通需求 未来就是要带点行的便利 资讯的便利 那还有什么 安全 智慧 那这边都是我们要发展的 平仙府表示 近年来开辟不少观光修器旅游路线及景点 如何以交通串联观光旅游 是以智慧运输为发展目标 未来将活用大数据与自动化分析应用 强化活动观光景点人流及周边交通管理 及时提供适切的旅运服务 逐步落实交通平权及发展永续观光目标 原时讯闻歌手 屏东市采访不到